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里有我的朋友 继续加油和坚持 首先感谢平方集团 安排了这一次的活动 给我们这一群漫画家 非常感谢 那么我想说的是 这一本就这样继续吧 这本漫画呢 确实对我们来说 真的是非常有一个很大的鼓励 那么呢 不管在未来的生活上 将会面对更多任何 我们无法想象的挑战 但愿我们接下来的日子中 希望大家都能够同心协力 一起往前走 不怕未来有多大的困难 我们就这样的这样继续吧 加油吧大家 一起加油吧 哈喽 希望你们可以勇敢一点 不要太保守 想要画什么 就去努力的画出来 不要让工作 莫杀你们的创业 那么今天非常荣幸的 可以来到平方集团 做了这个活动 就这样继续吧 可以推卸你 那么我希望的话 看到本地的话 今天非常开心 可以看到 本地这么多的漫画家聚集在一起 而且可以看到 以前到现在一直为 马来西亚努力的漫画家 不复制作出席 那么 对我看到本地的漫画的一个 行业的话 我是觉得 只要做的话 肯定是可以发展的 包括 本地的漫画 也可以发展到 去海外很多地方 比如说 去到 国外西方也好 东方也好 也是很多人 可以慢慢去推广 我们本地的漫画 因为我发觉到 在海外 还有很多人不了解 马来西亚的人 马来西亚的这个文化 所以的话 我借此的话 我也是希望大家 可以努力的去 推广我们本地 马来西亚的文化 一些 马来西亚的华人也好 一些本地的作品也好 推荐给海外更多的朋友 让更多人知道 马来西亚的漫画 也让我们的 马来西亚的漫画家 可以有更多的出入 更多的发展 好 请大家支持本地漫画 本地漫画需要你的单 谢谢 就这样继续吧 对于喜欢画漫画 你觉得你有热情 你有那个绘画技能 你可以去 你可以很清楚地去 表现一个漫画的话 我觉得这样 你就可以直接去画 其实不用去想那么多 就这样继续吧 喜欢画漫画吗 喜欢的话 就敢敢去吧 不要怕 加油 不帅也没有关系 画漫画继续画下去吧 加油 我觉得画漫画最重要 要有乐成 有乐成的话 不管遇到什么问题 都可以坚持下去 加油加油 马来西亚漫画加油 坚持自己的梦想 要画就画 不要去care任何东西 也不要去care自己的头发 会不会上到很高 总之画漫画呢 会有帅哥没你的 找你认识 但是不会单身 相信我 人生分几个阶段 如果你喜欢漫画 你就把它 思维是其中一个阶段 不要留下遗憾 做一作漫画 才再想一想 下一步是怎样做 就这样继续吧 加油 当你看着别人在画 你是不是也想要画 成为漫画家呢 好 这样你就去做你想要的东西吧 如果想要画漫画 需要多看多写 还有多努力 这样才会进步 如果你们想要在漫画的道路上 前进的话 是需要有一定程度的加油和努力 所以我希望你们 能够达到你们的梦想 继续加油 喜欢画漫画吗 那就是你了 我们一起来愉快地画漫画吧 大人